1640年 英国的国王查理一世 因为收税问题跟议会发生了争斗 对不对 因为议会中最大的一个权限就是 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不能征税 而查理一世当时是英格兰国王 同时也是苏格兰国王 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国家 怎么说人家就是干两份工作 人家不搁一块 要搁中国就统一了是吧 不过去他是英格兰国王 也是苏格兰国王 苏格兰爆发了反对查理一世的起义 他想从负数的英格兰争一笔税 弄一支军队去镇压自己家乡的 这个老百姓的起义 所以就得跟英格兰人民说 给点钱花花 英格兰说那好吧咱们开议会吧 不是只有一会能给你钱吗 结果一开议会人就只想他 你这不好你那不好 你反对这个给他提了几个抗议书 脸上挂不住了 我毕竟是 伟大公众正确这么些年了嘛 你们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 所以我带人去抓议员 带人去抓议员 结果人家早就跑了 一个没抓着 内战打起来 到了1649年 查理一世 两场关键战役都打败了以后 第一次被抓了 他跑了 第二次 第二次你这多逗吗 他已经不想当英格兰国王了 人家本来是苏格兰国王 对不对 我找你们要点钱这么难 我不干了 我回苏格兰了 人家就跑回苏格兰去 可忘了 苏格兰不是正发动反对他的起义呢吗 被苏格兰人民抓住了 苏格兰人民一把他抓住就想 我们把他杀了呢 就没了是吧 英格兰也要他 我们把他卖给英格兰 所以苏格兰起义军 把苏格兰和英格兰共同的国王 卖给了英格兰 英格兰花了一笔钱 把他赎回来 审判他 砍了脑袋 这只是1649年的事 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其实这个暴政啊 这个君主专制也没有完全解决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1688年的光荣革命 这是人类里面又一件大事 1688年 康熙年 康熙早期啊 对吧 那在这个时候 把当时应该是查理一世的这个 他死了以后把查理二世给请回来嘛 在科伦威尔之后 查理二世请回来 然后查理二世死了以后 让这个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 来当这个国王 最后詹姆士二世就恢复天主教 就是要折腾出更加离谱的事情来 议会把国王给废了 迎请了詹姆士二世的女儿 玛丽二世和他的老公 威廉三世 作为英国共同国王 听着都信心 英格兰跟苏兰可以俩国王是一个人 然后英格兰可以有俩人一块当国王 反正怎么玩怎么来吧 这威廉三世就是荷兰的执政 本来是个小国的执政 现在承认英国国王了 老伴死了以后 威廉又当了 到1702年他也死了 死后好像又传了一代吧 这个斯特亚特王朝就结束了 等到没有国王了 您知道英国议会怎么办吗 您可以想了一招 什么好办 咱们就全世界找跟我们国王家族 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 找来找去找了一堆 在里边找一最不起眼的 是在德意志地区的汉诺威公国 有一个选帝侯 叫乔治一世 瞧这乔治一世的家门 你当英国国王干不干 刚才吓傻了 他名义上叫选帝侯 就是他是有资格去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 可是谁都知道 几百年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被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给统治了 他这个汉诺威王朝 整个就是每次陪榜的那个 每次陪着演戏的那个 根本没他什么事 所以就是一个注定 最不出名的小公国的一个小贵族 现在居然要成为英格兰的国王 乐着就去了 飞着就去了 当英国国王 其实议会选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会说英语 他不会说英语 那样英国人讨论问题 这国王怎么听 国王最后就 我先喝口水来 找一屋歇着 等你们讨论完了 你们派个人来把讨论的话题 用我听得懂的语言告诉我 行吗 派过来跟他讲的这个人 告诉他我们决定ABCDE 您的任务是说 同意 我同意 乔治一是不懂英语 乔治二是不懂英语 你说你二识还不学吗 我们现在小孩都知道英语很重要了 你怎么还不学呢 乔治二识还不懂 等他们乔治三是会英语的时候 这个惯例已经形成了 王室的这个成员不参加内阁会议 国王对内阁的决议 只能说一个词叫approved 他一次 好像也在应首相的要求 说过个别次数的disapproved 但是很少 他的任务就是批准 这不就是把国王给架空了吗 对不对 咱说这位老劳摩 这一的杀白二世 当了1952年登基加冕吧 到这2022年去世 70年 70年的女王 太敬业了 每年的议会开幕 人家坐着皇家马车 那一身穿的 中世纪的 带着这个老公 菲利普亲王 有的后来老公死了 带着儿子也行 反正坐在这个上医院 国王的宝座上 等候下医院的人 到我这来汇报 下医院那边跟菜市场似的 有一个传统仪式是什么呢 这上医院的医院都是贵族啊 穿的都是那个古代的袍子 在这全部做好了 国王就做了 派一个侍卫 拿着一根黑色的这个权杖 头上是一筋嘎的 筋头 这么扛着 到下医院 他往下医院这边一走 这里边有人 下医院这门里边有人看着 过来了 快到了 光就不能关上 把门 有的时候把门摔在这人脸上 不许他进 然后他在那拿着金的这叫 Black Road 就是黑杖 敲那门 敲完里边有人把这门上的小门 打开一点 他从里边看 有没有军队 没有 把门打开 然后他 把这个进来 国王陛下已经在医院就坐 他现在在召唤他的议员们前去 向他汇报工作 那底下这帮下医院的眼睛 哄 菜市场散集似的 那个乱呐 站起来 笑 说笑 打 什么都有 热热闹热 奔上医院过来 因为国王不进下医院 刚才咱们不说了吗 查理一世进下医院 抓人没抓着 后来被砍头了吧 从1649年到现在 国王没进过下医院 因为那地方 砍过头 对吧 所以不进 这下一院的议员们 跑到上医院去 没他们的座位 人家都坐着 一个一个的 都跟中世纪交诉似的 他们就在底下站着 就一个乍在那儿站着 然后下一院的议长 或者说这实际上就是首相 议长或者首相这些人 他们把讨论好的 这个施政报告 交给内政大臣 这内政大臣是穿着一个 极豪华的大袍子 戴着假发那种 你们就想象 英国中世纪了 拿这个一步一步的上到 女王面前跪下 给他成帝上去 女王把这接过来 戴上眼镜 开始念 我的政府 今年要如何如何 我的政府 今年要如何如何 他一个字都不能念错了 那是 下一月 人民让他说什么 他就得说什么 人家会想 这英国人也有病 你这不是 保留这玩意干嘛 多花钱啊这个 对不对 因为他废了 不是收好多钱吗 好了有人一算 不 他能给各种小报 提供多少信息啊 养活了很多狗仔队 皇家的事情 有很多 太值钱了 而且拉动英国的游业 我就特别想 找一个机会 说英国议会开幕 我想去看看 英国女王怎么走这套 不是进不去吗 我原来特意结交了 就是我英国 牛津大学那个教授 他爸爸是一个 小党派的议员 当时答应说 哪年他们要是能 他要能当选咯 他就带我进议会 看议会开幕 问题他从来没当选过 让我非常郁闷 这一套东西 是英国创造出来的 1688年的 这个光荣革命以后 为什么他叫光荣革命 是因为一个人都没有死 一滴血都没有流 这在西方人看来 叫光荣革命 那在咱们的历史上 就叫革命不彻底 留下大量的封建参与 但是各自表述不同 那么这个光荣革命之后 1689年 就是这个权力法案 权力法案实际上是 一个相当于英国宪法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英国实际上 没有成为宪法 它虽然是开创了 君主立宪制度 但是它本身 到今天并没有完整的宪法 因为它毕竟是第一个 不完善 那么这个国民权力与自由 和亡为继承宣言 就是1689年的英国权力法案 我简单介绍这么几条 你大家看看 第一 未经国会同意 以国王权威 停止法律 或停止法律 实施之僭越权 为非法权利 你就看这个 我特别把这个英文诞词 它用的这个僭越这个词 这是我们后来中文翻译的 僭越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以下犯上叫僭越 对吧 它用的是个pretended pretend的是 是假装 就是我假装有这个权力 其实我无权这样做 那么国王如果没有议会的同意 我说这个法律不行了 我让你们改个法律 或者我来说一个法律 是pretend 是假装的权力 为非法权力 就这一条就知道什么 您就知道什么叫 王在法下 法在王上了吧 国王必须受法律的约束 而法律的立法者是国会 是人民代表 人民代表大会 就这一条就把国王给限制死了 第二个 这个收税的权利 常备军的权利 等等等等 这个权利法案 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 也是第一部 算是最早的一部 成文的宪法性文件 但它不是宪法 在历史学界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奇葩的存在 就一直这么割下来了 英国到现在没有宪法 它的很多东西都是惯例 靠惯例靠自己 对